来带您看到宜兰的特色书店 为在偏乡的大西国小孩子们 大多都来自于渔村家庭 为了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阅读机会 投成一间书店 让民众可以免费借阅 而另外一间书店 则是倡导了动保议题 店长在书店里面 摆放了多本跟动保有关的书籍 而且只借不卖 他希望能够透过生命的教育 从源头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走进宜兰这间小书店 书架上摆放的是多本 有关动物保护的书籍 还有大大的牌子写下领养代替购买 店长有感于流浪动物议题 希望透过这间书店 从教育开始解决问题 光是救援或结渣 根本没办法解决所谓的问题 如果能够透过生命教育的方式 向下扎根 我觉得这样子或许 可以去改变流浪动物的问题 书店内一千多本书 通通只借不卖 收入来源就是旁边 这个小小咖啡厅 邀请民众来喝咖啡 吃点心 书店最重要的是希望 把爱护动物的理念传达出去 我们可以交流狗友 喜欢狗的朋友都可以进行交流 另一间位在投诚的书店 一样邀请民众来到店内免费阅读 在偏乡的大西国小 孩子们大多来自于村家庭 这间书店成了他们放学后的好趣处 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外面有很多东西 三平大的空间 蕴藏多本丰富书籍 为民众创造更多阅读机会 华人新闻张正慧离 西京黄平轩宜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